当代我们身边的儿童都有很好的生活成长环境 让他们快乐幸福的茁壮成长 比如商场中的游乐设施 多种多样的玩具 充分满足儿童天真爱玩的初心 然而在战争年代 由于生存环境恶劣 很多儿童很早夭折 惨不忍睹 那么当代的儿童节是怎么设立的呢 感谢新朋友们点点关注 来个一键三连 咱们言归正传 现代儿童节的起源 当代儿童节的起源 是因为一个惨案 利敌策惨案 发生在1942年6月10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起因是1941年12月 两名英国人假扮成德国军官 空降到布拉格开始自杀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计划 因为海德里希是希特勒非常器重的年轻军官 重点培养对象 海德里希戒备非常森严 直到第二年的5月份 刺杀人员才获取到海德里希将在5月27日出行的情报 刺杀人员才将类人员行动定在27号执行 刺客潜伏在海德里希必经之路的拐弯处 在轿车减速驶过一处弯道时 刺客使用带有毒气的炸弹将它炸死 希特勒得知后恼羞成怒 在追授海德里希得意志勋章和葬礼后 开始一系列残暴的报复行动 1942年6月10日 纳粹党卫军悄然包围了利敌侧村 在大肆搜捕刺客无果后 就以包庇刺客的罪名 屠杀了全村年龄在15岁以上的173名男性村民 妇女则被送往集中营 另有88名儿童在集中营被德军用毒气杀害 此次屠杀共有约340人遇难 为了掩盖罪行 焚烧了利敌侧村所有房屋 为了悼念全世界 因为战争和利敌侧惨案死难的儿童 1941年11月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 会议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那么每个国家的儿童节都是6月1号吗 哪个国家儿童最为快乐 各国儿童节日期各不相同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6月1日定为儿童的节日 比如我们中国 俄罗斯是把6月1日设立为儿童节 德国儿童节较为曲折 冷战时期 东西德国儿童节迥然不同 东德定于6月1日 西德定于9月20日 东德称为国际儿童节 西德称为世界儿童节 1990年德国统一后 德国儿童节以西德为全国统一的标准 9月20日为国际儿童节 然而很多德国人依然把6月1日作为儿童节 日本每年3月3日是女孩节 5月5日为男孩节 11月15日 3岁5岁7岁儿童节日 简称753儿童节 韩国儿童节于1923年 从南海节演变过来 时间定于每年的5月5日 最最幸福的是非洲国家的儿童 非洲西部的国家儿童节 叫儿童狂欢节 一般持续一个月 说完当代儿童节的由来 我们聊聊 古代儿童节是哪天 古时候小孩是怎么过儿童节的呢 从节日名字上来讲 古代没有专门的儿童节 只是有些节日活动内容 偏动于儿童参与 因此可以作为古代的儿童节 比如上四节 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四日 被称为上四节 汉代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 这一天也被称为古代儿童节 论语中有一段话 记载是孔子和学生对话 曾哲说 牧春者春福继承 冠者五六人 孔子六七人 欲呼怡 风呼五余 永而归 大致翻译就是 牧春就是春天的后期 也就是三月 欲呼怡 就是到怡水中 沐浴去病 风呼五余 就是进行复习的祭礼 教儿童们演习祭礼 不是正式的祭礼 是由儿童参加的重要节日 跟着大人们来到河边 沐浴去灾 然后学习福袭之礼 做完了 玩痛快了 唱着歌回家 上四节 清明节 寒时节 在时间点上相近 随着演变 上四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 寒时节也从清明节前的两三天固定为前一天 清明节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了 像放风筝 当秋间都是以儿童为主的节日 无论现代和古代 儿童节都是孩子尽情玩耍的日子 愿世界和平 所有的儿童都快乐成长 同时祝所有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好 感谢各位新老朋友观看 我们下期见